看完英国文豪来看日本配乐大师九时让 他从1984年开始就为宫崎骏的电影配乐 像是龙猫、神隐少女等等音乐作品都是他做的 宫崎骏最后一部剧情长片《风起》 九时让也改写为管弦乐的版本 这个周末将要来台湾演出 最特别的是《风起》这部电影其实他描述的是 鼓励人心永不放弃的意志力 音乐会将会在身心障碍运动会做同步转播 向身障选手致敬 每个音符都强而有力 他是日本首席配乐大师九时让 用管弦乐改编宫崎骏动画长片《风起》组曲 并来台首度演出 长达23分钟的组曲舍弃以剧情主导乐曲的方式 将欠缺的曲调元素一一补齐 更完整地呈现这部经典作品 我们在去年录制的曲调元素一补齐 但那是十五分左右的曲调元素一补齐 那当时是映画的故事 作曲家《九十让》从1984年开始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创作音乐 知名的《龙猫》《神影少女》的配乐都是他的作品 也曾获得日本最佳配乐奖 这次的风起第二号组曲《跳脱电影框架》 单纯呈现出音乐的磅礴气势 除了风起外 《九十让》还要带来2007年 他向贝多芬致敬写的第九号交响曲的创作序曲《Orbis》 华丽的曲风逐渐构成缓的概念 那是在日本当年拍摄的时刻 我没有想念了 我没有充足了 所以我再次拍摄的机会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我全部做回 这个周末要在国家音乐厅登场之后 更要前进台南艺术节 并在户外广场连线转播 让民众欣赏大师的经典之作 感谢观看